我是Zola, I am Zola, I am Zola 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金多乐笋 金色的多乐笋 你好,这个笋子叫什么笋子? 金多乐笋 从我知道就是金多乐笋 原住民的什么称? 金多乐笋 金多乐笋应该是原住民的翻译吧 对对,我相信 以前阿扁当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笋子开过一次花 笋子开花不容易 由于说叫做朝代笋 就是改朝换代 对对对,一夹子 朝代笋 刚好跟总统 像大陆那时候猫熊都吃竹笋 有一年开花都死光光 那猫熊就没东西吃 那时候就是刚好阿扁那时候就是当选总统 所以他有一说就叫朝代族 他就是刚好一夹子 然后人家也是讲说六十年 他会开花一次 开花就死掉啊 他就重新再长 我这一批也是那个时候种的啊 这是你亲自种的吗? 对啊 你跟我爸一起来种 到现在有几十年了 对 有那么多 那个走的时候要远观四面 这个很多东西 它就长这样 这样子这个叫新的那个嘛 这个就是它的笋 那这个搬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笋哦 这个笋叫做 以前叫做观音族啊 它就叫观音笋 后来又说变成朝代族 然后现在因为原住民都叫它 我们原住民叫阿美族的名称叫金多笋 金多笋 对啊所以就直接用那个阿美族语翻译过来叫做金多笋 金多笋 金多笋 多耳笋 不是多耳笋 不是不是 所以这个它长式也跟一般的竹笋不太一样啊 一般的竹笋就是比较锥形比较短嘛 而且粗粗的 胖胖的 这个就看起来就像一根竹笋 所以在采的时候 其实它长没有关系 我们那个尾巴 它还可以拿下来 还可以拿下来采 就是它这个竹笋比较嫩的地方 就把它弄下来嘛 所以它就一节一节的 那它口感吃起来跟一般的竹笋 什么样 口甘口甘 口甘口甘 所以它下过雨的时候 它会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苦 比较甜一点 比较甜一点 对 如果是一直在干旱的时候 它吃起来会比较特别苦 所以这个你拿回去的时候 要先汆烫过 热水烫过 对 就是让它煮熟 第一回就把它煮熟了 让那个苦味稍微 对对对 像我们讲沙青是不是 沙青的意思 然后以后你 再来就是你要怎么煮 就去配啊 通常我们就沙青过了 就沾酱油 或是那个 什么 盐巴水 加一点辣椒 就这样子吃 那个口感也不错 所以它的味道就是苦中带 带甜 甜我讲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不甜 因为它会回甘 对对对 就是前皮下去的前面一点点苦 后面就不坏 它不会煮啊 它其实也没什么特色啦 就是 吃起来就是 那个 口感可能比建筑差一点 但是它有它特别的味道 我在农会超商 看上差不多一斤的量 200块 差不多啊 170 所以它这个东西也是好吃才会有那个价钱啊 稀有啦 比较少啦 比较少 而且它 口感比较好 它的长 长的那个时期也不长啊 就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暑假 一直到 应该9月以后就比较少了 那见筍的话就是3 3月开始就有了嘛 3月1 3月4月 然后它一直到深山里面就夜晚 然后所以它那个长的时期就会比较长 好 夹 嘿 好一点啊 没有 可是车子你不能载啊 对 为什么不能载 在这边踩 这样子这一段都没有用了 对 那没有用了 车顶爬上去 都大概这样 这里 那没有 这里 再前面一点 对 打对象 有没有什么 这样就过了 对 对 对 好像是 很生态 原住民才可以有呢 这个 你也没有生死 哈哈 听说啦 以前原住民啊 以前粮食缺乏说 它那个花的那个碎啊 也可以打成那个像米一样 这样可以 可以吃呢 只是说很粗啦 不好吃 就是 这个是里面是什么 我可以坐在上面 它那个碎啊 花碎啊 也可以弄成那个粮食啊 这个是头吗 这个以前应该都是野生的嘛 这个以前应该都是野生的嘛 这些勺力要保护 更改双子 这些勺力要保护 那么豐能 把水平和泥固 更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